从10月12日下午起,安徽黄山丰景区工作人员就开始在黄山银克松周围搭建支架平台,为其下一步体检工作做准备。 10月20日上午9点30分,由森林病虫、植物生理、土壤营养、树木栽培养护等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和景区园林局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对银克松生长状态和生长环境进行全面的考察。 据了解,此次全面体检是黄山银克松千年树生中迎来的第五次全面检查。 体检期间将开展古树名牧生长式评价、生长环境改善、树体防腐与修复、树体支撑与加固、树冠枯死枝修剪、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 在临时搭建的脚手架平台,体检团队的成员们头戴安全帽、身穿马甲,油条不稳地分散在银克松的周围。 为了考察工作的全面详实,检查人员三四人为一组,有的用手轻轻捧起树枝,手持着的放大镜仔细观察针叶色泽和顶牙的饱满程度。 有的顺着斜出侧枝的方向,半蹲着身子,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松针和顶牙的长度。 还有的站立在银克松主干旁,轻轻扣击着每一寸树皮,对可能藏有病虫害隐患或损伤的部位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和清理。 那么现在可以说呢,这个银克松目前非常正常,非常正常,表现在四个方面,那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手森长量是比较正常的,第二个银色也比较正常,那么第三个鸭也比较饱满,所以这个森长非常正常。 第二个呢,在病虫害方面,我们看了基本上这个困难非常好,没什么明显的病虫害。 第三个呢,就是树体,故事我们做了一次防护树施,故事的这个树害省长呢,做了一次修补,今天呢,看了一下大多数,那么其实都可以。 几个别的,那么出现了一次这个凯连,或者这个脱落,那么下一步啊,就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这个修补,或者这个改善。 现场考察结束后,专家组成员与景区园林专业技术人员就银克松保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一致认为,银克松现状针叶色泽正常,顶牙饱满,球骨较少,未见明显病虫危害症状,营养生长正常,长势良好。 据了解,此次专家检查评估意见和讨论的结果将为银克松制定全面的综合保护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银克松体检计划将于10月31日结束。